由請的員工會提供片段見到 康民署的員工休息室裏 有一個用圍板及帆布搭建的女更衣室 圍板和圍板之間有空隙可以看到裏面的情況 女更衣室走過少少就是男救生員換衣服的地方 做了三年暑期救生員的阿爺表示 男女共用更衣室經常會發生尷尬的場面 有些新同事不知道那裏是女更衣室 即是女生擺設的地方 因為我們自己選擇 她可能一開揭開銅簾 可能我們換衣服怎麼辦呢 但那時真的不是換衣服 她認為要去到公眾更衣室換衣不方便員工 女生有些不是那麼方便的東西 拿出來遮掩掩 走去女更衣室也有一段路 那可能你上班我夠時間了 那你就趕著換衣服上去 一批救生員就在九龍公園泳池門外抗野 港九請立員工會 指現時九龍公園泳池有八十多名救生員 四分之一是女性 批評康民署的做法是創造性騷擾空間 帶頭親犯女救生員私隱 其實作為一個政府部門 她要確保泳客和他們員工 不受到一些性騷擾或財物損失的責任 根本這次事件 其實他們康民署就創造了一個性騷擾空間 康民署泳池在九龍公園泳池地留的男女共用房間 願意是給員工休息並非給他們換衣服 又強調建時九龍公園泳池空間有限 未能安排女救生員專用更衣室 但員工可以使用公眾更衣室 而處方將會在新建的泳池為女職員提供更衣室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 原轉號報導